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4月13日星期二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一下中澳和中台貿易的最新情況 在中澳貿易方面 中國對於澳洲所採取的制裁措施 已經是超過了一年的時間 根據澳洲方面的最新統計數字顯示 中國的制裁措施影響力不是那麼大 因為澳洲方面成功為他們的產品找到替代市場 而在中台貿易方面 在去年台灣出口到大陸的貨物 佔總出口的比重 創了歷年的新高 去到43.8% 馬英九看到這個數字就酸溜溜 他就嘲諷蔡英文 說民進黨 比起他 乃共更加厲害 好了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中澳貿易戰最新的發展情況是怎樣的 自從去年以來 中國對澳洲實施貿易限制所涵蓋的產品 包括了有牛肉 大麥 煤炭 銅 棉花 海鮮 糖 木材 和葡萄酒 在制裁之前的2019年 這一系列的產品 佔了澳洲的出口商品總值 250億澳元 也就是澳洲的國內生產總值大約是1.3% 而截至今年的1月底 大部分的出口商 都已經是找到中國以外的其他替代市場 除了是葡萄酒和牛肉以外 澳洲的諾伊研究所分析 自從2020年底 中國加大制裁力度之後 上述所說的產品 在其他市場的銷售額急劇上升 這個明顯的轉變 就是反映出 貿易轉移的結果 不過 澳洲的葡萄酒業 還很努力去彌補中國高端市場的損失 而整體的澳洲牛肉出口 亦是呈下降趨勢 這個分析就說 中國對於澳洲出口所實施的貿易制裁影響 已經是被迅速發展的鐵礦砂貿易 所徹底的淹沒 因為在這一方面 中國仍未有足夠的競爭力 故此中國對澳洲所採取的貿易協壁 而造成的整體經濟影響 在目前來說 頗為有限 其實根據最新的貿易數據 澳洲已經是一個相當成功的示範 他們擺脫得到 對中國單一市場的貿易依賴 在19年第一季度 澳洲對華的貿易額 佔了澳洲總出口的一半 但是到了21年第一季度 對華的貿易額已經降到 總出口的百分之二十 佔了大約五分之一 這個數字顯著下跌 為什麼仍然有五分之一 就是因為中國就算怎樣制裁澳洲也好 但是他們仍然擺脫不了對於鐵礦砂的需求 而且這個貿易額就已經沒有計算到澳洲煤炭了 因為大陸就說要限制澳洲煤的進口 但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在大陸所買的煤炭當中 原來有部分 原產地都是來自澳洲的 只不過有些國家經一經手的時候 又在這裡找賺了一筆錢 這個就是在重複大豆的經驗 但是大陸喜歡這樣買東西 你也沒辦法 也沒什麼所謂 中間有些國家經手的 過河濕腳 好了 現在大陸其實都已經在謀求 要取代澳洲的鐵礦砂的供應 他們是相關齊下的 第一就是要去非洲 開採這個鐵礦 但是 由於發展的時間 都要相當漫長 再加上疫情的影響 當然是遭遇到挫折 去賺比亞買了鐵礦牆 第二就是從全球來 進口的廢鋼 用廢鋼來煉鋼 就已經令到全球廢鋼的價格 上升了不少 但是無論大陸如何來出盡 發佈也好 由於大陸還要經濟發展 經濟發展一定程度上需要 靠基建來拉動 搞基建一定需要大量的鋼材 要煉鋼 成份一定要有鐵礦砂 所以到了現在 大陸還未能完全擺脫澳洲 至於澳洲 他們很多產品 就已經找到 替代的買家 他們也能夠為自己的產品 分散風險 因為 他們對著單一市場 出售貨品 當然 那些做貿易商人 肯定是他條很多 到你要去找一個新市場 當然 中間這個過程肯定就會有陣痛 但是似乎這個陣痛都不是痛很久 現在 澳洲就已經為自己的產品 開闢出一片新天新地 這個前途就相當光明 因為就算有別的國家抵制 你也沒用 你已經是把自己的產品 分散地銷售到世界上不同的國家 每個國家所佔的比重 就不是很大的時候 就變成沒有一個國家能夠 掌握得到你那個經濟的咽喉 它不能夠再借著貿易來 去威脅得到你 所以澳洲去年被大陸實施制裁 某程度上來說 可以說是因禍得福 因為這樣能夠使澳洲的經濟和貿易發展得更加健康 不會過度依賴單一市場 好了 澳洲的葡萄酒失去了中國的高端市場 目前來說 其實 還未能夠完全找到一個替代買家 可以消化得到 中國的需求 現在澳洲聯邦政府打算 將這件事 提交到世貿組織那裏作出仲裁 我自己就覺得 這個無非就是浪費時間 一來 世貿組織的仲裁機制 就已經在特朗普總統時期 被架空了 如果仲裁判大陸贏的話 澳洲就沒話可說了 就算仲裁判澳洲贏 大陸也可以上訴 一到上訴階段 根本就不夠法官來審 所以 這個機制某程度上已經廢了 除非拜登不再來否決某些法官的委任 這樣 這個機制才可以回魂 但是 要放上世貿組織仲裁 也需要經過一段頗長的時間 就不是短期之內解決得到 所以我相信 這一下的招數 只是做給業界的代表看 只是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對於葡萄酒的出口份額 似乎都是愛莫能助 至於 大陸對於澳洲所採取的制裁措施 看見最新的貿易數據 似乎那個影響真的見了頂 除非大陸把炮到 連澳洲的鐵礦砂都不進口 這樣澳洲的情況會更嚴重 但是暫時看不到有這個可能性出現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中台貿易方面的情況 在去年 台灣出口到大陸貨物所佔的比重 就創了歷年的新高 去到43.8% 出口的總值 是1,367億美元 較2019年同期 大升了14% 出口最大宗的 仍然都是電子零部件 增加了20% 主要集中在雜城電路 亦即是晶片 馬英九看到這個數據後 昨天出席一個活動的時候 就酸溜溜 眼紅紅地走去 嘲諷蔡英文 他怎麼說呢 他說 去年 台灣出口增加了很多 對大陸的貿易順差 有1450億美元 對美國 只有179億美元 他說 跟大陸的貿易順差 是跟美國的 7.8倍 他就感嘆 當時他執政的時候 推動兩岸交流 只要是跟大陸的貿易一增加 就會被民進黨罵他 親中賣台和舔共 馬英九就說 現在民進黨 舔共就比他更加厲害 為什麼沒有人罵呢 實在是不公平 馬英九還說 實際上也說 台灣和大陸的貿易增加 尤其是蔡英文任內 增加了非常之多 這就是經濟規律 為什麼 對大陸的貿易額會增加那麼多呢 就是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 不是那麼成功 馬英九就說 希望台灣經濟能夠更加好 因為國民所得就會增加 大家才可以過到好的生活 其實馬英九這些傢伙 就是露底了 是不是 完全都不知醜 你說 民進黨 或者蔡英文 比你舔共 舔得更厲害 你是否變相 或者間接承認了 在你執政的時期 真是親中和舔共呢 如果不是 怎會開得出 他所說的這些玩笑 第二件事就是 他宣布人說 執政時期 現在對大陸的貿易順差 就是不斷地擴大 但是這個大家都知道 其實就是由 晶片來帶動 為什麼晶片會帶動得到呢 就是因為美國不買 那麼簡單 馬英九有什麼好酸呢 他還說當時推動兩岸交流 就被民進黨罵他親中賣台舔共 因為你當時推的是服貿 那麼現在在沒有服貿的情況下 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還是擴大了 只是證明他是有本事去把炮 而且 蔡英文和大陸做生意 就是站在那裏做的 馬英九似乎就是想跪在那裏做 大家現在有眼見 大陸對於台灣民工武嚇 台海局勢劍拔老張 相當之緊湊 而且 老解的軍機 或者是軍艦 周時都在 台灣周邊的空域海域那裏盆船 喂 這樣的情況下 他仍然是可以創造得到 那麼大的貿易順差 你說不是他本事是什麼呢 為什麼馬英九不去反問自己 人家站在那裏做生意 不肯跪 他所做到的貿易額給你 更加之多 不如你又去反省一下 是不是 實情要做貿易 兩方面都一定要基於一個公平和對等的原則 就不能其中一方矮化自己 那你馬英九當時有沒有在這裏 矮化台灣 唉台灣人問得自有功論 好這次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